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滑一下 变入味儿 鸡翅处理好后放在备用 现在再切半个洋葱 切成这样的 几条即可 蒜 开肺 将洋葱 蒜 放入 然后加入 2克姜粉 20克红糖 红酱 30毫升左右的 黄酒 像这样 抓拌均匀 加盖 腌制 30分钟 锅内 加入少许的油 然后放入腌制好的鸡翅 鸡翅 煎至两面 这种金黄色 把剩余的洋葱 放入 加入少许的水 大概50毫升左右 这样 盖小火 大概焖煮个15分钟 大概焖煮个15分钟 汤汁一见浓稠 这样可以出锅了 好 这样一个 酱香浓郁的 鸡翅 就做好了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